云朵造型的酥脆外皮 搭配上奶香味十足内馅 千层蛋塔从香港红到台湾 烘焙液瞄准天气越来越热 推出了清爽点心 要抢食千层蛋塔这块大饼 我们是选用日本事业鲜奶 然后用了一个法国的片桩奶油 然后让它相结合 让产品呈现出最好的一个口感 然后也让消费者能吃到最好吃 最酥脆的一个千层蛋塔 千层蛋塔一层又一层 口感酥脆绵密 像是外表穿上裙子 以往暑假期间 对于烘焙液来说是淡季 因应天气热 业者推出了多款甜点 像是芒果莫斯 一次一杯带走 好方便又没负担 一般淡季的话 就是业绩会稍微差一点 差个一两层 那以往的话 就是有一些推陈出新的产品 那今年我们特别推出这个千层蛋塔 天空乳酪 还有起司蛋糕 那相对对我们的业绩来讲 就是有泥屏的一些 淡季所流失的一个业绩 短口的点心 像是乳酪流星蛋糕 口感绵密清爽 而这一款天空乳酪 蛋糕外围轻盈湿润 内层丝滑入口即化 冷冻之后风味更佳 也很受到欢迎 其实你要冰美式呢还是热美式 我要冰美式 好的请稍等 吃甜点当然要配一杯咖啡 台湾人随手一杯咖啡 烘焙业提供富而式服务 客人来到各门市消费 即可用25元的优惠价将咖啡带走 那目前只要到店消费 我们自制品就可以以半价 来加购我们的咖啡 我们有冰的美式咖啡 冰的拿铁咖啡 我们现在目前有三家店 有四麦咖啡 那还有一家名传店 它可以有座位 可以让大家在炎热的夏天 进到门店之后 可以稍作休憩 然后喝喝咖啡 吃吃甜点 迎战暑假档期 让业绩淡季不淡 金融老字号烘焙 跟着流行手要让喜爱甜点的韬客 不断尝鲜 记者 黄少铭 金融报道